指揮中心宣布 6到11岁儿童最快在5月初 施打半剂莫德纳疫苗 但是有不少家长担忧 莫德纳疫苗的副作用 不敢让小孩施打 加上辉瑞BNT的安全性样本规模 是莫德纳的1600多倍 两者的资料规模落差非常的大 有医师分析 或许可以先让小朋友 第一剂打莫德纳 三个月后的第二剂 有机会混打BNT 理论上可以避重救星 也就是避免重症减少心肌炎的几率 那么也有专家建议 没有打疫苗的儿童 停课标准应该要比 有打疫苗的儿童再严格一点 儿童疫苗开打在即 指揮官程式中更透露 近期还会有两批莫德纳疫苗来台 但还是有不少家长担忧 莫德纳疫苗的副作用 有医师分析 打莫德纳发生心肌炎的风险 是在第二剂 也可以先让孩子第一剂 先打莫德纳 第二剂或许有机会混打BNT 或者三个月后 如果Novavax高端疫苗 有儿童试验资料 也可以考虑 就能避重救新 避免重症减少心肌炎 但有专家提出数据 因为美国只核准BNT 作为儿童疫苗使用 不良反应通报就有八百万笔资料 反观莫德纳提报给欧洲 又品管理局却只有五千多名 接种者资料 样本规模是莫德纳的一千六百多倍 南怀疫苗对儿童的长期影响 也都需要持续监视 不过美国CDC研究也指出 没有打疫苗的儿童 染疫住院率 会比打过疫苗的儿童 高出一倍以上 让专家直言 万一小朋友真的不打疫苗 停靠标准就应该比 有打疫苗的再严格一点 想要靠关闭学校来防止儿童感染 当然是会有效 可是付出的社会成本是非常高 比较划得来的做法是 免费快塞每个月 每个礼拜塞一次 你让你塞到阳性你就不来 塞到阴性你就来 但对于六到十一岁儿童 两剂疫苗间隔要拉长到十二周 让专家忧心恐怕会让 完整接种时间往后延 这期间可能会增加感染风险 但疫情传播到如今地步 儿童也是风险族群 残掉禁锁施打才是当务之急 记者会听黄明圣 Tipo Do